大家好,我是素素 你们的假期过得怎么样啊? 我觉得你们最近应该忙着玩 没有时间看我的视频 所以我就停更了几天 今天拍这期视频呢 是因为刚才我们公司又发钱了 所以我迫不及待的想跟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 我们公司除了每年的3月、6月还有12月吧 会根据利润情况给我们发三次奖金之外呢 平时每个月不是都会有销售目标和利润目标嘛 如果两个都达标了的话呢 还会给我们每个人发一点小小的零花钱 通常每个月给我们发的这个零花钱 都是发的现金 装在这样子的一个茶色信封里面 而且信封的左上角会写上每个人的名字 感觉特别有诚意有没有 今天呢是因为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 所以我收到的时候也没有拆开 就想在视频前面跟大家一起拆开它 当当当当当 一万日元哦 每个月如果公司仅仅是目标达成的话呢 就会给我们每个人都发五千 如果是利润达到了目标的1.5倍以上的话呢 就是像刚才一样给我们发一万 前一天我们公司的老大给我们开会的时候 就跟我们聊起了 为什么这个钱他一定坚持要给我们发现金的原因 第一个呢他就是觉得大家实在在的领到钱 而且信封上面还写着自己的名字 这比收到银行转账要有疑似感多了 哎他这么一说我一想还真是这样子 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其实我们公司每个月额外给员工多发一小点零花钱的这个习俗啊 已经持续了很多年 最开始那时候日本的职场上几乎还全是男性 就没有什么女生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日本男人结婚之后很多工资都是要打到夫妻共同的账户上 而且是由老婆来保管的 所以他们平时都得去跟老婆要零花钱 而我们每个月发的这个钱呢 因为数额不大 而且发的是现金 他们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偷偷揣兜里面攒私房钱 也不容易会被他们的太太们发掘 听我们社长讲起这些的时候 感觉真的是一脸的心酸和无奈 看来日本男人在家里面地位也没有很高嘛 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